我感覺到我的手在移動 而且不是我外力 就是自己發力的 是我的手非常自然地就摩擦 然後一直到 我眼睜睜地看著我的手 就是從這樣一直到完全一樣長 我是惠珊 是一名舞蹈還有鋼琴老師 我媽媽第一次帶我去興趣班的時候 深深愛上了跳舞 當時家庭條件不是特別好 然後媽媽再三猶豫 還是願意送我去 因為喜歡看到自己女兒活潑快樂 就是在我開始學跳舞之後 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意外 就是我的手臂 就是在不小心從車上跌下來之後 就有骨折了 然後當時是去醫院 那個醫生做手術 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還釘了兩個鐵釘 一直到現在 我的手上還有一條很長很長的疤 這條疤還跟著我的年齡增長 然後再延長 然後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在長身體的時候 我去做手術 然後要恢復骨頭 所以其實我這個手臂 比另外一隻手臂 就是這個地方會細一點點 而且還會比那個 就是另外一隻手長了 大概有這麼多 我在做一些技巧的動作 就會手就會不自覺地放成前後 因為一隻手長嘛 它就不可能放成是平的 所以我做出來動作就會比別人 看起來奇怪 也挺危險的 因為手不一樣長 然後我在做翻的時候 其實蠻容易傷到其他地方的 就是發生意外的年齡太小了 其實我也不記得當時的很多細節 所以在成長的過程中 已經漸漸習慣了 但是我沒有想到 上帝還記得這件事情 在2018年我讀神學院的時候 然後在課堂上 然後居然把我的手給抑制了 我的手這個長短 就差別非常的大 我對自己都不太有信心 小組員非常的團結 然後就說沒關係 我們一個人不行 我們就大家一起來禱告 所以當時就非常 大概就20秒的時間 我感覺到我的手在移動 而且不是我外力 就是自己發力的 是我的手非常自然地就摩擦 然後一直到我眼睜睜地看著我的手 就是從這樣一直到完全一樣長 那個時間發生得非常短 然後非常的奇妙 然後我們整個小組都 當時都沸騰了 就是大家都很驚訝 很驚奇 很驚訝 這麼難的工上帝都做成了 我最大的感動就是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 是上帝做不到的 哪怕你自己都想不到 但是你一直在他心裡 因為我是一名自由職業者 所以2020年疫情發生的時候 對於我的工作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本來是在學校做CCA的老師 但是因為學校也封了 大家都在家裡上課 然後我本來是在給孩子們做 一對一的鋼琴家教 都要封鎖,都要在家裡 所以也是沒有課上 所以那段時間 我就幾乎是每個月 幾乎是沒有什麼收入 我也不知道 我要怎麼樣走下去 這段時間我就靜下心來 然後認真禱告 然後每天讀經 我發現跟上帝相處的時間很多 對 然後也把我那個 非常焦慮浮躁的心給靜下來 在我親近上帝和耐心禱告的過程中 上帝給了我很多靈感 讓我怎麼去把現在這種情況改善 後來辦了很多線上的活動 就比如說我把鋼琴課 變成了線上的鋼琴課 然後還給孩子們開展了一些音樂會 一下子讓就是更多的家長和學生知道了我 我的學生從剛開始的七個 然後一直增加到三十五個 我覺得這在疫情期間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我的收入也從之前增加了有三倍那麼多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上帝的話語一直不斷地給我力量和指引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和上帝同行的一段故事 他的愛等待你去發掘